那么这批消息里藏着哪些知识点呢 哪些值得买呢 万表刘行李 天书接地气 大家好 我是刘行李 现在是万表消息 好久没说万表消息了 最近我们说几条比较值得关注的消息 北京2022冬奥会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 所有相关品牌都开始预热 按说各品牌应该在盛会举办地搞 但是北京太特殊了 作为奥运会正式计时 欧米加1月8号在青岛万象城 举办了北京2022冬奥展的盛大节目仪式 地点安全内容又能关联 在展览上我们能看到奥运会的计时设备 重要表款 所以专项收藏家们一定要看 这次展览还汇集了欧米加在奥运会上 曾经和目前正在使用的重要计时设备 比如1932年 欧米加首次担任奥运会正式计时 所使用的非凡计时码表 1966年 欧米加推出的追真计时器 电子发令枪 还有高山滑雪动作传感器装置 还有光感应终点摄影机等等一大堆东西 你知道吗 历史上有171次奥运会和31项世界记录 是用欧米加的设备测量的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 欧米加用特别版限量版万表纪念奥林匹克盛会 其中不少表款被收藏家追寻 这批表是从1956年 平昌2018限量版 周扬被展览节目 本来想着拉着马龙跟大家打一招呼 但是有个女士疑似是马龙的经纪人 变得翻人的阻挡我 看来拍马龙是没戏了 正当大家踪着马龙的时候 我赶紧跑到周扬身边 请他跟咱们可爱的粉丝打招呼 然后我又想 既然咱们说欧米加这么热闹 有没有可能请一位神秘的幕后人 我跟大家打个招呼呢 这个人就是欧米加中国区副总裁杨华先生 他的顶头上司 就是欧米加全球总裁 瑞纳的阿什利曼 说实话我也坠之不安的 不过试试吧 我穿过人群 找到杨总跟他说 我是问不了刘星利的刘星利 杨总说 哦我看过你们的节目 你跟康老师PK粉丝来着 嗯 万表刘星利 各位粉丝们大家好 很高兴在青岛 我们欧米加举办的 北京2022冬季奥运会的展览 开幕仪式 这次呢实际上呢 大家都知道 欧米加的奥运会 是源自1932年 第一次在洛杉矶的奥运会 所以到北京2022呢 已经是走过了90个年头 欧米加也是第三十次 作为奥运的指定计时 为北京冬奥会正式计时 我们这次呢 这个开幕式呢 邀请到了马龙跟周扬 这两位都是重量级的嘉宾 一位呢 马龙呢 是世界乒乓球的第一人 而且呢 是五块金牌的获得者 也是我们欧米加新技的名人大师 周扬呢 是作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一个奥运的冠军 然后呢 荣获过冬奥会的三块金牌 短刀锁花的冠军 所以这两位呢 参加了这个展览呢 我相信在整个的观展的过程当中 一定能让他们回想起来 当年在奥运赛场上 他们为国争光 奋力拼搏的这些长久 好吧 谢谢大家 OK 对我们粉丝还有什么话 寄予吗 希望你们坚持关注万表流行力 继续支持Omega 谢谢 OK 谢谢杨总 谢谢 看来欧米加这个杨总 还是很平易近人的 OK 欧米加的消息就先说到这 现在我们说一个反差大一点的 另外一个消息 现在我们说说语博 大家订阅万表流行力皮静 收获是什么呢 我们在分享消息的同时 会顺带讲几个知识点 比如 语博表怎么样 哪些表值得买 先说消息 说一个比较狂野的事 就在欧米加在青岛办展的同时 语博表在上海大开派对 主题是 赶野时刻 语博的灵魂人物是老B味 他可是万表收藏的过来人了 所以语博表体现的是 是这位资深藏家对万表的理解 注意 老B味尔藏有大量的百搭费力 但是他对万表收藏的观点 是与时俱进的 不说了 看我们拍到了什么吧 你想要谁的同款呢 在弹幕上PK吧 语博表品牌大使张艺兴 配戴Big Bang灵魂绿碳纤维米彩万表 中国地区限量88枚 机械美学融合米彩新潮 歌手Casper 配戴Big Bang Unico魔力金万表 这是语博自主研发的 全球唯一防滑的18K合成黄金材质 搭配品牌自制Unico机芯 提供72小时动力储存 演员王菊配戴Big Bang一键式彩虹万表 万表镶嵌425颗明亮型彩色宝石 表盘镶嵌48颗长阶梯形切割的彩色宝石 搭载自动上连机芯 50小时动力储存 演员刘东沁 配戴Big Bang黄金蓝色陶瓷万表 断面及抛光18K黄金表签 搭配哑光蓝色镂空式表盘 搭载宇博自制的Unico机芯 非凡计时 而且有导注轮 72小时动力储存 那么这批消息里藏着哪些知识点呢 哪些值得买呢 我给你提供一线索 那就是机芯是否自产 如果把基础机芯比做汽车的底盘的话 那么宇博的底盘相当于超跑底盘 如果在这个基础机芯上增加任何复杂功能 都不用担心动力不足 宇博的这个机芯就是Unico机芯 它是集成自动上弦机芯 而且是带助轮的 OK 万表消息就先说到这 欢迎大家一键三连留言互动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再见 再见